大家好 大家好 欢迎收看《专告的医院》 我是主持人徐国勇 日前举行的台美特殊管道对话 不仅象征着台美断交四十年来 台美外交突破最高的一个关键点以外 也有党政人士说这是美国用实际的行动 破除了在台湾蔓延的以美论 同时有关台美关系突破的讯息 也是一件又接着一件来 像是我们国军将会首次以迎击 也就是战斗规模的一个迎击的来赴美交流 那美国学校也要跟台湾合作 有关华语的教育 他现在这些什么空子学院不去了 要来台湾了 那我们看到美国众议院的中国委员会 主席盖拉格被证实在上个礼拜 秘密来台湾访问 在那个同时也有四个众议员在台湾访问 所以由此看来 陈建仁院长所说的台美关系是史上最好的 那的确这就是实在话 是真正的实话 但好像有人就是看不惯台美关系升温 像是蔡建仁帮忙传播的 所谓的拜登毁台计划 现在经过网路讨论之后不攻之破 根本就是一个不实的讯息 或者是大外宣的讯息 所以我们看到AIT昨天大动作出来 曾经这很少见 他曾经说没有这回事台美关系 坚落盘石 所以参见员是不小心误信的谣言 还是在配合呢 另外缺蛋这个议题 也被发现有公关公司的账号 操作的痕迹 那背后有没有关联性呢 我在这里要告诉大家 其实我们这一次台湾的蛋的缺 大概缺5%到7% 因为每一天大概11.8万箱到12万箱 我们现在每天供应11.2万箱 所以就差那一些那一些大概不到5%或者7%左右 所以为什么要这样子讲台湾缺蛋成这么严重 那这是什么意思呢 目的是什么 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外宣 竟然说台湾的一颗蛋加价20块 有这回事吗 没有啊 所以我们来看看这到底什么心态 另外国民党内部有什么问题呢 我们看看台北市政府高层斗争 市政顾问竟可以管到资深的议员 所转任的民政局长 这什么态度呢 另外台北市党部 国民党的台北市党部缺钱 这个惨状是怎么一回事呢 还有萧景田 国民党前中常委 帮忙议员买票 现在被起诉了等等 所以国民党胜选之后 在算计放话之后 有没有自乱阵脚 那相照起来 民进党似乎比较稳定了 他们定于一尊 已经公布出明确的初选时程 定于一尊 当然就是总统候选人 那立委初选时程 已经很清楚 三月二十四号到二十四号 领表登记 那这信心会不会被温柔的 兼任的耐主席 一一的来扶持起来呢 一一的把信心拉回来了 诸多的议题 我们今天一起来探讨 现在我来介绍 我们今天的来宾 第一位是我们立法委员范云 永哥好 大家好 第二位是我们台北市议员建议 洪建议 大家好 国安会秘书长顾立雄与外交部长吴钊燮露出笑容 还主动向媒体镜头打招呼 因为他们在驻美代表肖美琴陪同下 美东时间二十一号早上九点半 首度踏近距离美国华府 只有一盒之隔的AIT总部 和美方官员针对国安议题 进行长达七小时的闭门会谈 除了AIT处长孙小雅 美方官员包括美国副国务卿选曼 白宫印太事务协调官坎贝尔 还有传出将接任AIT主席的白宫国安会 中国与台湾事务资深主任罗森伯格 以及日前低调访台的 国防部副助理部长蔡斯 国务院亚太助卿康达等人 历年来都秘密进行的台美国安高层对话 这是第一次被捕捉到画面 也是自1979年台美断交后 我国外交部长首次踏入 美国政治中心的大华府地区 与会的康达虽然没正面回应对话内容 但强调台美将继续定期交流 而前国务院APAC资深官员王小明则认为 会谈除了加强双边关系 也是向北京发出明确讯号 美国对台湾的支持坚弱磐石 台美关系持续升温 更让有心人士传播的疑美论不攻自破 那我们看一下党政人士说 台美对话半公开 华府要破除疑美论 台美对话以前常常是秘密的 这一次是半公开 而且把照片都出来 媒体镜头前来亮相 有别以往高度保密的作风 反制中共灰色的冲突 我判更多的安全合作 所以我们这里可以看到 这一次我们去美国的相关的这些人士 包括我们的外交部长 公开的进入了华盛顿DC 所以看看美国国务院 亚太助卿康达说 美国定期跟台湾往来 未来也会持续这么做 那我们看看他们的会谈 会谈到七个小时 这是非常长的一段时间 这么长的时间 然后另外自由失败报导 台美军事的交流已经突破了 国军将派联兵赴美受训 哇这个是一个不得了的消息 因为一个营就是一个战斗单位 以现在来讲他就可以独立战斗 所以我们再看看盖拉格上周末秘密访台湾 进建了我们的蔡总统 所以我们看到武装台湾有迫切性 军售交货顺位应该要更提前 然后再看看卡密尔美国国务院亚太局副助理国务卿 他说支持鼓励全国的州学校和台湾在华语学习的领域扩展合作 那台美教育倡议展开第三次的高层对话 换句话讲他们要学习中文不到中国去了 也不去孔子学院了 要像以前就像我们以前师范大学有个语文中心 几乎要学中文的都到这里来了 所以看看华语已经开始要到跟我们台湾一起来讨论 来台湾学习了 所以我们看看名誉 这看起来一步步的消息 美国是大力的支持台湾 用狗我们常讲同岛一命 同岛一命 那话说就是说政府如果有好的作为 好的突破的话 大家应该怕破坏 因为毕竟这个是不是说只有大家受惠 是国人大家都受惠 可是我觉得发现最近在野党的朋友 就是有点那种好的就辣衰 那坏的就把你放大 这怎么说呢 譬如说像昨天我有一些蓝营的朋友 他们这个同温层就开始在讲说 什么大华府地区 因为不是有在讲说 我们的这个外交部长吴钊燮 还有顾立雄 他们这个很难得去踏进了 华盛顿所谓的大华府地区 那蓝营的朋友就说 从来没有听过什么大华府地区 就说这个就有点在嘲讽 那事实上我觉得说 你要嘲讽你要去做功课 因为我们的这个前外长 陈唐山就说了 他说什么叫大华府地区 就是因为我们给帮大家科普一下 就是说华盛顿的这个特区 有一条叫做四九五号的洲际公路 就是所谓的首都环线 那你在这个首都环线以内的这个区域 就叫做大华府地区 那事实上好了 就算不是大华府地区 事实上我们以前的这个外长 甚至说更高层的 你要进去 你不要说进去这个白宫 你知道华府地区都不可能 因为大家都要偷偷摸摸 就是什么见面 好像就是好像 因为我们碍于 这什么这个不然美国 什么一中原则什么的 但是就是说我们能够进到这种 所谓的这个华府地区 是千难万难 那这一次呢 你说吴钊燮或顾立雄 他们不但进了大华府地区 而且甚至还可以在媒体前面 公开的挥手 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 美方是这种刻意的 来操作这种半公开 他就要让你知道说 最近什么疑美论 什么毁台计划 这些这个都是欧白说 那我认为说美方都已经 这么大动作的跟你表明了 结果呢 没想到辣衰的是我们自己人 是蓝营的朋友 所以我会觉得这个心态 也会蛮奇怪的 那更讲到说这个毁台计划 因为因为这个 比如说蔡振元讲的 就要大家这几天去查 发现说其实是 这个俄罗斯官方的媒体 他这个主持人叫做迦兰尼克森 他去故意去讲一个 那坦白讲 我去问我美国的朋友 我说这迦兰尼克森 到底是是什么样的人 比如说用狗 你这个很有影响力的 这个媒体 或者说你在主持节目 你讲的话 可以这个大家把你做标题 不是啊 这迦兰尼克森 他们美国人都都名不见经转 不认识他 不认识他 他根本就不是一个很有影响力的 就不是说根本就没有影响力 他大概你去google去查他 他唯一上新闻的是 他是被法院 被美国的法院认证说 他其实是俄罗斯政府的代理人 他曾经有上过上过的媒体 大概你查到是这样的新闻 俄罗斯的代理人 俄罗斯政府 因为他是属于俄罗斯官方媒体的一个广播电台 就是他们大外宣的一个对对对对对 那他就是俄罗斯官方电台的一个广播主持人 他随口讲的一句话 美国人对他是眠不见经转的 这样子的一个人 你可以把他拿来做一个标题 毁灭台湾 大家报了好几天就人心惶惶 我最后讲了 如果这个人应该是信口开河 因为他他就随便讲 因为他也没有讲说这个毁灭台湾 是什么样子的一个计划 他也没有讲 他就是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标题 那说退一万步来讲 真的毁灭台湾 你有什么好高兴的 那你不同岛一命吗 大家都在这个台湾 这个岛上真的被毁灭了 那你要去哪呢 所以我会觉得说 现在蓝营的朋友就说毁灭台湾 然后那现在是怎样 就是我要跟美国就绝交 然后大家靠向中共 是这样子吗 所以我就认为说 第一个这逻辑本来就不通了 那再来就是说蓝营的朋友 你就是要把这种事情把它拉衰 那我们真的好的 吴钊燮跟顾力熊 这种外交的突破 你反而还在奚落 我不晓得说这些人 到底是怎么样的心态 所以不要唱衰台湾 好的事情应该不分党派 大家要一起同岛一命 这才对 好像老是有人在台湾附和中共 就不知道怎么一回事 不过我也看到了 现在要学中文 甚至很多国家 要把孔子学院关掉 不准孔子学院在他们国家里面 再继续运作 那现在美国的助理国务卿明白的讲 要学华语到台湾来 范老师是在教育委员会很久 也是我们台大的教授 看看这些动作 事实上真的力挺台湾 对 真的回来讲这个华语的部分 其实早期就是像美国的很多的就是官员 或是外交体系都是来台湾学的 因为那个时候中国还没有开放 可是后来中国开放之后 我们感受到真的 那个都移到中国去学 那这其实对台湾很不利 可是蛮庆幸 就是说最近因为像刚刚 那个我们主持人讲的 因为那个孔子学院 后来被发现 他是由中国的资金支持 本来以为是好事 是平等的文化学术交流 后来发现 他其实是在统战跟渗透 所以从美国到欧洲 慢慢就是局部都把他关掉了 那现在其实这个风向 吹向台湾的 那不只是今天您讲 这个新闻上 就是考虑要来台湾 那另一方我也跟大家分享 我的第一手经验 我们去年暑假到英国 做国会交流的时候 那英国的国会议员 就好几位说 他们地方上 因为中国的经济崛起 很多人想学中文 中文越来越热 可是他们就意识到 不想去中国学 因为不是个民主的地方 你连什么推特 或上网都有问题 所以想来 没有言论自由 最主要 想来台湾学 他们就希望说 台湾这边是不是能够各友善 资讯更多 那其实我们这边也一直希望 就是说从教育部到文化部 这方面像中嘉宾委 也很重视这一块 就如何能够让台湾的 就是说学习华文的地方 当然是到一个民主的国家 那这长期对台湾的一个学术文化 跟国力被看到 也非常的重要 那我觉得这是一件好事 那也告诉大家 只要我们坚守民主的话 那绝对会是在华人文化学华语 据说这个部分来讲的话 台湾其实是应该要掌握这个机会 也是我们民主文化的一个输出 其实台湾是极为文明的地方 很多人来到台湾 当然我们还是有一些地方要改进 我们也不得不承认 譬如说我们这个交通行人 这个我们要改进 但是如果讲到台湾的治安各方面 我要告诉大家 我们每十万个人所发生的杀人案件 台湾只有零点四二 零点四二件 大家都说日本 日本每十万个人的杀人案件 比台湾多 零点六七 我们这里有警大的教授 我们有委员在这里 我讲的都是数字 而且是联合国统计的数字 美国是六点多 你来看看 那当然中国 中国比我们高 可是他的破案率又比我们低 中国我记得好像是零点八还是多少 应该是零点八到零点九 所以看起来治安好像不错 不过那破案率很差 而且很多是有问题的 所以如果你这样来讲 来台湾是最安全的地方 佳斌 对啊我跟你说 其实像我去年七月 为了推动加入CPTPP 我们去拜访了加拿大国会议会 那跟他们议员交流 那也很被 那时候那时候很敏感 就是说被告知说 不要高调 不要对外伸张 让我们进入他的外交部 然后呢跟他们里面呢 像是北亚局的局长 就像我们的亚太师的师长 这样的角色 那那个人呢 其实后来我们发现他的资历 他会讲中文 但他从头到尾呢 他就是听 透过翻译听 这外交人员在这种谈本常用 后来一看啊 他在师大学的中文 师大语文中心 对 很多都在师大语文中心 那我们现在发现呢 其实现在这一批 就有一段时间 我们去到遇到一些 因为我在台湾或在东南亚 遇到很多跟台湾设台有关的 这些官员 他们以前都可能是都讲中文的嘛 会讲中文 会跟我们接触 那他们可能都是住过中国 然后呢 来跟我们对话 所以讲的华语啊 一个圈子 我们叫卷蛇 对对对对 真正的北京话 北京话都叫乔蛇 但是我发现呢 其实这些年来风向在改变 像范云刚刚所说的 其实他们现在呢 对孔子学院 也在澳洲 孔子学院看到说 哦这个这个 这个是有问题的 是要来渗透的 所以现在呢 他们很多的涉台官员 或者在亚洲事务上呢 他们在找来的这些人呢 很多都是有台湾背景的 所以我是说 风啊不是一天转变的 这个这个风向的转变呢 当然是我们台面上看到是这些 但事实上呢 整个欧美 他们在整个外交体系的调整 从他们在找人来担任 对亚洲事务的这些官员 他们的背景的训练的背景 就看看说他们开始找一些跟台湾有背景的来担任对亚洲的外交工作 所以我们看到其实我有碰到好几个美国的朋友 他是真的美国人啊 不是不是华裔人 是真的美国朋友 他们都在中国住过 那现在他们来台湾 他讲了一句话 他说台湾真好 三晶半夜都可以出去 不要怕 治安好的人 当然我们如果把报纸翻开 还是有一些治安事件 那单纯的事件当然有时候被放大 你觉得可是事实上好像觉得有点问题 事实上等你出去以后发现哪有什么问题 到处可以逛三晶半夜三点两点 你出去都没有问题 所以台湾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地方 真的是保党 那在这里我们要看一下 你看看蔡正元引述这个尼克森 嘉然尼克森的爆料 说拜登有一个毁台计划 这实在是很奇怪 所以你看这个广播节目 这个尼克森这个人 他说白宫内线消息吐露 当被问到有什么 比新保守乌克兰方案更加灾难性的事情 拜登回应说等你看到我们的毁灭台湾的计划 就知道就没有这回事 就他这个人原来 虽然他把他名称叫做美国法府的广播节目主持人 事实上他是俄罗斯电台的主持人 是一个大外宣的工具 所以我们看看 美国在台协会说 拜登总统支持台湾关系法 且持续遵守至今 对台湾的承诺坚落磐石 可是中国的中平社仍然要见缝插针说 蔡正元这篇脸书短短不到一百个字 却调出高规格的澄清 显得更有蹊跷 莫名其妙 这样子也可以批评 这个真的是很奇怪 我们再看看 那为什么我们看到中国的大外宣 很多在配合 我们看这个也是中国的大外宣多离谱 我们来看 网军操弄缺弹 杜玉井找出来之后 两百零八个PTT的账号 出现协同的行为 一个两百零八个账号的团体 热烈讨论一则超商缺弹的新闻 而这群账号在周六到周三最为活跃 我们再看看 荣法会预计三年要投入近两百七十亿元 强化农业基础建设及农业 我们的农产业的转型升级 所以其实我要让大家来了解一件事 台湾大概每一天要消费十二万箱左右 大概十一点八万箱到十二万箱左右的鸡蛋 每一箱多少个大家知不知道 每一箱叫两百个 两百个鸡蛋放在一起 这样叫一箱 所以我们台湾平均每一个人平均 一年消费大概三百八十个鸡蛋 所以换句话讲 平均我们每个人 一年要吃三百八十个 所以换句话 你一天要吃一个多一点点 所以我们每一天要消费多少 大概两千五百万个鸡蛋 台湾有两千三百万 那每个人一天要消费一个 所以两千三百五十万个 再加一点点大概两千五百万个 那现在产量是多少 少了五趴 因为我们现在每一天供应十一点二万箱 所以才少了五趴 少了五趴有那么严重吗 当然买不到很严重 因为这是我要买 我买不到我当然觉得很严重 可是我们要整体来看的时候 你看日本温室养鸡 他们的鸡蛋的蛋价两倍 现在涨了两倍 所以他们温室养鸡照样 死了很多的蛋鸡 死了一千万只 台湾大概死了七十四万只左右 那美国当然死了更多 好几千万只 所以我们看到说美国的蛋 现在贵到曾经一个五十块台币 所以我们从这里来看说 其实那在这里 我今天不讲不特别讲 但是要讲的是 中国竟然弄了一个谣言说 我们的每一颗蛋要加价二十块 换句话讲 我们现在一颗蛋要卖二三十块 就对了啦 中国是这样子来造谣 有可能 不可能嘛 幼儿园哪有可能 因为我上个礼拜情人节 刚好在这附近 我还回到这个我们龟山那边 有黄蚊市场去买很好的蛋 送给我所有的注意 一颗多少 一颗十块 十二个是一百二十块 十二个一百二十块 一颗多十块 对 一颗十块 但是真的台北市是有很多的这个超商 就这个全联那些是买不到 那那个应该是产销配送的问题 可能扑货各方面的问题 扑货的问题 对 但是因为最主要 我们再有一个事情 就是因为还有一些 比如说像麦当劳或什么 有一些店 就是说他们暂停贩售 比如说这个我们早上吃的那个 这个 汉堡 汉堡里面 满福报里面鸡蛋了 那因为蛋的问题 所以这个就会变成一个加成的效果 但是我们还是很希望 这个蛋荒马上过 因为的确你刚刚讲的是没错 因为在美国 我在美国也住过很多年 你在美国读书的 美国真的现在蛋也很贵 我刚刚在开玩笑 我今天在我脸书上贴了一个 就是我过几天过生日 大家因为在那个什么二二八年假之中 所以大家提前说 昨天的陈吉仲送我一个水果来 那我今天就故意说 我多希望这是一篮鸡蛋 这个 当然这个就是我们这开开玩笑 可是鸡蛋是贵的 没错 而且在 可能在台北市 有很多超商不容易买到 也是事实 这是铺货的问题 所以政府应该要来正视这个问题 这是民生问题 但我觉得我看到那个陈吉仲 共在这两天也做了一些回应 我觉得这是好的现象 不過 柳耳眼 我们玉兰姐 我要问他 中国欧白说一年多二十块 有很多事情 太過分了 欧白说了 欧白说了 但是是不是 我有啦 比如说你如果是鵝蛋 那比较大粒的 滷鸭蛋那种 我因为明天要叫我办公室开会的时候 要登记吃东西的时候 滷鸭蛋十七块 有啦十七块 因为鸭蛋 鸭蛋本来就比较贵 比较贵 而且滷的是比较香 而且比较大 所以所以他不能够用那些特殊的 我们现在就是我自己亲身 最近买的就是一颗蛋十块钱 而且是还不错的蛋 十块钱是 是合理的啦 有 坦白讲 是有涨价一些啦 然后去一两口就有啦 是是 当然是有涨价 但是我也很希望说早日恢复 因为我 我刚刚在讲 大家都在讲 其实我去年去过两趟华府 然后我上个礼拜才去过 那个英国回来 现在这个欧美的国会 这支持我们 支持我们中华民国 支持台湾 我觉得我们必须要肯定 所以我们都很 也很感谢他们 所以我们也很希望说 我们对于所有他们这些国会议员也好 或者是各国政府 对我们释出了善意 我觉得我们都要要表示感谢跟欢迎 所以你去看他们给我们支持 很感动 感动 我每天才去店饭店 我都吃两颗蛋 知道台湾可能在蛋上面 可能比较紧张 其实美国的蛋现在很贵 现在美国的蛋很贵 然后日本的蛋涨价两倍 所以大家看到说 而且日本缺蛋缺得比台湾更严重 日本还是温室养鸡 所以美美 我我们在讲鸡蛋 其实要讲说中国为什么要故意去弄这些谣言 来而且用你看有两百零八个这些PPT的账号 这样铺天盖地的在台湾做这种协同的行为 或者是做这种大外宣 可以说这种认知作战一直不断地在往台湾攻击 那当然是 而且这个认知作战 我在想这一年乃至于到明年总统大选的时候 他的说法会越来越激烈 而且呢 什么叫做认知作战 什么叫做假讯息 就是说一个东西三分针七分假 你如果一看知道是假的 你就不会上当了 他有点事实 可是他把他夸大 蛋价有没有涨一点 有涨一点 可是他就把你说成是二十块钱 有没有一些地方通路 不太容易买得到蛋 有 但是很多人还是买得到蛋 可是他可以把你讲 好像全台湾就是缺蛋黄 那么在这种情形之下 他一方面说实在的 对台湾的认知作战 一方面的也是对中国那边 你看吧 台湾民进党政府就是搞得这么懶 那各位要知道 就是说我还是补充一下 我插一句话 中国缺蛋的缺得很厉害 没有错 我甚至可以告诉大家 我简单只讲一个 美国不只是涨了五六倍 有些地方是限购 一个人只能买两盒 听好两盒 有钱你还只能买两盒 OK 日本的蛋价 美国已经涨了五六倍 这个前年的时候 一公斤大概是一点七九美元 现在是四点八美元 涨了多少 各位看看 日本涨了两倍 对不对 可是各位你知道吗 日本就在今年二月中的时候 一公斤三百零六日圆 这是什么概念 这是一九八六年以来的新高 OK 在今年 日本你刚刚用给我讲了 他因为禽流感 撲杀了一千两百三十五万只 里面有一千一百万只 是下蛋的母鸡 蛋鸡 蛋鸡 然后呢 在美国铺杀了五千八百万只 这些都养鸡大国 欧洲铺杀了五千万只 台湾是相对涨价涨的少 而且虽然涨价有涨一点点 但是呢 铺杀的量少 那相对平稳的 但是这种 在铺杀七十几万只 所以可是这种 窑营一下去结果是什么 第一大家会去抢 你去抢的结果呢 大家又更会去囤 你就更容易缺 鸡蛋不要囤 鸡蛋的放在那边 只有两个礼拜的保鲜池 對不對 一个人有几个屁股呢 讲难听点 不就是这样 把卫生池说 你囤一年还可以 鸡蛋怎么囤一年 鸡蛋两个礼拜而已嘛 而且第一 你放冷藏 放冰箱可以到一个月 但是如果室温两个礼拜 有人也许一次买一盒的 只要一次去买个三四盒 何必呢 这第一个 第二个你这样容易 真的容易缺蛋 就是造成预期心理 第二价格也容易涨 那我最后就再讲 就说中国对台湾认知作战 只有这个吗 各位异曲同工之妙 我担心的是什么 我担心的是中国 跟我们台湾内部 一些少数的在地协力者 一起理应外合 比如说 刚刚明玉一开始讲的 妮克森的这个也是 各位这个妮克森 在蔡振元的嘴巴里头 说是怎么多么知名的 的这个广播主持人 但是美国二零一九年 他们法院判決是什么 你就是俄罗斯的大外宣 你就是代理人 他甚至于妮克森 他制造假新闻 在俄乌战争 被加拿大政府制裁 就最近二月二十二号 一天之间 他发了多少假消息 各位听听看 蔡振元把他如获至宝 国内一些晚站 也是拼命的来传 我们的友台也在那边讲 讲到煞有介事 但那二月二号两则新闻 你就看妮克森是什么样的人 第一则新闻 他说你听好 他说北约要颠覆 匈牙利政府 要笑死了 匈牙利是会员 他说要颠覆 第二个假新闻是什么 他又说信口开河到什么地步 他说北约准备攻击德国 我的老天啊 北约攻击德国 这是全家派起了 全家派起了嘛 所以这种人就是信口开河 因为他这个是一个俄罗斯的 斯普尼克这个是斯普尼克 这个卫星用这个名字来当电台 他就是一个俄罗斯的亲俄罗斯 而且非常亲中的电台 一个信口开河的主持人 信口开河讲的话 然后也没有经过查证 蔡振元就把他奉落神明的写了 然后就台湾很多的一些媒体 网路还是专门的网站 那些网站 我们发现呢 也是经常只要是有不利于台湾 甚至于对岸的认知作战 大家这个是几乎是一条龙在作业的 那我就在想这个目的是什么 好 担架造成你的恐慌 凸显民进党似乎是施政无能 不顾人民的生活困苦 然后这个呢 在制造什么 也是在民进党政府无能 你们就是要当台 这个美国的棋子 美国的准备怎么样 要来毁灭台湾的 你还相信 那这个时候可以冲淡掉 要一方面制造人心的动荡 对政府的不信任 离间人民的感情 降低政府的威望 尤其散布疑美论 第二个很重要一点 各位今天各报的头版 你可以看得到了 吴钊燮 顾立雄 到大华府地区 而且公开就跟镜头挥手 这是人事实地物重大的突破 但是这个东西颇奋在前 他就可以转移掉一些交易 所以用弹架的谣言 用所谓毁台计划的谣言 要来铺蓋 或者是要把相关新聞 转移焦点 就是我们外交部长 到华府 所以建议 所以其实这样看起来 你是议员 所以你这地方也相当熟 那吃十倍没软 你这两天有吃软吗 有 我每天也吃 其实我们太太 刚才从美国到加拿大回来 他们去那里有一个路由 去到那里回来 我有问你们有没有去超市 看蛋的价格 他说有有四颗蛋庄的 有六颗蛋庄的 四颗庄 他们的一个 阿嬷就四颗 我们台湾也十颗十二颗 对对对 也有六颗庄的 差不多四颗 九十几块代表 四颗九十几块代表 第二一颗差不多二十几块 六颗的差不多在二十通 差不多是四块三块四块美金 四点五块美金 那就是一百六 差不多一百三四十 所以他在说 其实没有所谓的蛋黄 我跟大家报告 就是说我们台湾 在买两三个地方 第一个叫做超市 大型卖场超市 一种叫做超商 一种在传统市場 其实二百两百零八个PTT 每天每个礼拜三 每个礼拜六到礼拜三 都一直散布假的消息 礼拜四礼拜五 绝对效果 很奇怪 这些帐号 你们到底是哪里来的 你造成恐慌 让我们说买不到 其实跟你说 走去市場 每个也有两 其实你要买什么 价格的两 要买好的跟买 甚至于到超商去 我跟全联的 那个也蛮熟的 我有打电话去问 是怎么媒体拍出来的 里面都没有蛋 他說他們蛋的价格有分 百三的 百二的 百的九十几 我最近我们家买了 是十个一百五的 但是他那个是有机的零資蛋 对对对 那个就比你贵 对 你那是一来十块 我那一来十五块 我一刮十几粒 百二 但是可以买得到 因为我当时买回去送给我所有的助理 助理 他们说买的困难 所以他们的行 所以所以不会买不到 他们为了不想让特种的蛋一直行销 不说不太多 不太多 他要让大家都吃得到蛋 这个东西买完没了 你百一的不百六 百六的不百四 百四 他把他卖到空的时候 他一起上架再補 他们的行销是这样子做 他不是说媒体有的人拍到 并不是真的找不到蛋 有 他们都扣 每天都持续会補 还有我也要提借 两百零八的账号带风向 让我们的国家 我刚才感觉上缺带 跟之前的卫生纸一样 你想想看 轟车可以放多久 你全家没有用嘛 两个星期了 对 那他造成恐慌 大家相信这个东西 去鸡买一些软 我是觉得不必要 陈其仲也出来讲 台湾是因为天气冷 鸡我们中华是鸡的最多 鸡里面你说因为鸡 鸡这个贵身的有吗 有 天气冷的减时两个有吗 有 但是没有那么大的影响 我再跟大家讲 大概缺五%到七% 因为我们每天的消费量 是十一点 大概十一点八万箱到十二万箱 每一箱是两百克 所以那我们现在大概供应是十一点二万箱 所以其实差五% 所以大家不要把 但是我要讲的就是说 这种认知作战铺天盖地的往台湾来 大家要了解 所以我们今天特别要讨论这个 让大家知道说 有一些真的是那种谣言 不要去相信 尤其有一些谣言是三分针七分假 甚至有一分针九分假 不过我们再来看 民进党2024年提名初选已经出来了 我为什么要先讲这个呢 因为发现民进党已经开始 他的工作顺序都出来了 可是看到国民党似乎好像还搞不定 说要等到三月四号 不过我们看看民进党总统是三月十三到三月十七 初选宁表登记 区域立委是三月二十到三月二十四 初选宁表登记 那至于他们的民调等等 我们大家再来参考 你看相关的报道 看我们明示的新闻网也都会有 那我让大家看看 耐庆德说要找回年轻人对民进党的认同 所以我们看看 这是中华亚太精英交流协会秘书长王志胜 他说初选机制稳定完备 2024民进党抢得先机 所以他说民进党占得布局的先机 未来在两岸议题上 需提出更全面完善的论述 那我们看看耐庆德说 他要用具体的作为 找回年轻人的认同 所以我们再来看 那芒果包卖不动了吗 芒果干指的就是相关台湾的主权等等 那民进党中常会报告说 抗中保台人受年轻人的青睐 抗中保台亲美路线人受年轻人的青睐 但是在地方选举较难受到年轻人有感 未来应可适度强化 民进党在2022年的地方选举虽然挫败 不只挫败 我认为是大挫败再加个大 但是支持度并没有溃散 的确如此 蒋冠安的票没有赢过丁守中 比丁守中还少 民进党在台北市的议员选举还多了一席 像在新竹县 本来民进党再怎么选只有两席 这次选了七席 甚至连竹北这么重要的竹北市 民进党在地方都赢了 所以更基层的赢了 但是县市首长说得不听说 输得虚勒 所以他说应该要针对社会福利 持续精进 提出政策让人民有感 那泰报也提到了 许进党说年轻人认定投国民党就是投降 所以这个其实这样看起来的话 这个也蛮有意思的 所以我们看看提名的时辰 已经抢得了先机美美 民进党包括这些耐静德提出来的 是不是就真的稳定找回支持者的信心 我觉得当然提名的时辰先底定 我觉得这是好的 尤其是对照出国民党还在内战当中 那当然就说 那接下来这个稳定军心 那怎么样回应人民的期待 我认为说至少赖清德 他上任以来 你看各种民调 其实民进党已经从一一二六大败之中 一步一步恢复元气 你真的是看转 你觉得有恢复吗 慢慢一步一步 我没有说完全恢复 但是有一步一步在恢复元气当中 比如说美丽岛的民调 我记得那时候一一二六大败 十二月做的时候 你知道那个政党 民进党不满意度跟满意度相比 不满意度不支持率 高出满意度二十二趴 可是这次缩小到一半 一半 但是跟这个国民党的这个支持度来讲 民进党这次又超车了 国民党下滑的非常严重 就是说他的这个支持度往下走 不支持度往上走 居然到十几趴 那我觉得这是为什么 因为我觉得国民党最近 就是因为他本身 从总统候选人到立委 这边有些人要跳船等等的一些纷争 放话不断 那民进党这边大概是总统候选人 第一是团结定于一尊了 那立委的话又初选提名 那最重要是说赖清德上任以后呢 你看到赖清德 其他的民调是很稳的 就是有三成多到差不多四成 那在这里面可以显示第一赖清德的基本房 非常的稳固 可是呢 在这边要加油的是什么 他讲的对了 就是说你怎么样子回应人民的期待 所以他射出三支箭出来嘛 第一个有关于比如说这个台南议长选举 会选的问题 停权三年 第二个有关于论文门的问题 那对不起 你的学伦 我就是以后论文就要审查 这是回应社会的期待 第三支有关是不是有过去黑道这些背景的 你不应该参选 比如说党公职 这边也一定的回应 而且是非常严格的要求 坦白讲 那我觉得这里面 他已经是完就是回应了 而且他也讲到说 不能对民意已读不回 所以我知道他在中央党部是盯得很紧 但在这里面很重要一点 就是说我们也必须要看到 我认为明年大选 其实几个主轴是跑不掉的 第一个 疫后经济 我们确实有一些 比如说比较弱势的 或者说年轻的族群 他们怎样受得到照顾 所以福利要够 对年轻人 比如说居住增益 很多年轻人的问题 我们要帮他解决 弱势的要照顾得到 那经济方面情势 怎么样子让大家配合政府 让他觉得说 你经济的果实 能够让大家能够来共享 那尤其是非常艰困 这一年 因为全世界经济 可能都会有一定程度 不会像过去那么好 台湾没有办法置外于全球 那怎么办 那另外一个 我觉得非常重要 就是两岸关系 一定是重中之重 那赖清德讲到和平保台 那这里面专家也有讲到说 那和平保台 这大家都希望和平 和平是不分族群 不分年纪的共同语言 但是和平保台的内涵是什么 如何来保台 如何让人民又安心 同时能够让人家觉得说 民进党能够护卫主权 但是又能够维持局势的稳定 那我觉得这都是民进党的考验 但是至少你现在看到 他知道要回应的问题在哪里 也积极地在做这个处理 这个解放 我认为一步一步来 我相信民进党到最后 如果你回忆起上一次大选 我认为民进党只要走在正轨上 还会再往上走 那个范老师 所以这样看起来 民进党支持者的信心 我看在一一二六是患散的 现在是已经逐步地在回稳 那你觉得回稳到什么程度 哪里要再加强 我感觉就是分两层 一个是我们民进党自己的团结 那目前是在收容当中 那当然据说赖主席上台之后 这个三支箭的改革 党内对于改革的目标 绝对没有问题 方法上也有一些不同的讨论跟方向 但比较重要是说 这是态度的展现 那我想这个部分慢慢大家也有了解到 赖主席的做法 那离开民进党之外 我最近有遇到一些朋友都会问他们说 你们对赖主席的改革怎么样 其实是肯定远多于就是说挑剔的 那大家就说对细节并没有想要去深究 但是都觉得赖主席能够做到 对党的这个三支箭的改革 是有展现这个决心 让大家觉得说民进党就要走出 就是说去年年底的这个败选的各种纷争 也不用再挑剔到底怎么样 那但是当然说 我觉得今天就是说 他找刚好是我中央研究院的同事 社会所的这个所长 陈志炉做这个青年的部分 我觉得是一个很好的开始 因为上一次选战那大家有各种说法 那其中的说法 就是说年轻人没有出来投票 那到底为什么 我用猜的倒不如去做一个科学研究 那至少今天我看这个报告 研究的结果说 年轻人不是说不抗中保台 他们是支持抗中保台的 那那但是因为去年的选举 主轴不是抗中保台吗 是地方选举 所以如何之说 在这个社会基础上 那修辞上再能够往前包含就是说赖清德说的和平 或者是许姓良前主席又说文明对抗非文明 用文明对抗中国的非文明 其实我觉得不管是说抗中 或者是和平保台 或者是文明对抗非文明 有些部分是修辞语言上如何翻新 那或者是今天他的报告说民主生活 年轻人是拥抱我们的民主生活吗 大方向是没有错 其实年轻人还是支持一个能够守护我们民主生活方式 那抗中目的是和平 所以我是觉得有一步一步 据说把这些障碍跟纷争清除 那让大家知道 那今天这个规则定出来也很重要 就是公平开放民主团结 不管是总统 也还没有确定赖清德是总统候选吗 我看起来是定于一尊 但是我觉得游戏规则行动 但是立委像中嘉宾这个要注意哦 你不要以为没有初选哦 一定有初选哦 那不分区也不一定就是可以连任哦 所以民进党已经把这个讲出来 换句话讲一定有初选哦 所以这个是 这是好事啦 就是公平竞争嘛 所以我们来看一下 其实在这里来讲 我们要看一下 那国民党在这里 当然包括联合报的社论都说 国民党太骄傲了 骄兵必败 这联合报的社论写的哦 所以在这里看到了 诶 是马还是驴 拿这个牵出来溜溜看就知道 果然一溜好像不是马哦 我们来看看台北又见地下市长 蒋万安成傀儡 是不是这样子 你看与情讨论 无谁下指导期的问题 工友到局长都是发言人 王秋冬讲的 可是真的是这样子吗 我们看到他们的市府团队 市府的顾问竟然可以指挥 指挥真正的职务的发言人 而且听说还可以对 已经是七连霸的议员 现在转为民政局长的陈永德 听我干嘛呢 陈永德是议员转过来 七连霸的议员 所以竟然可以这样子 那这个市政顾问是怎么一回事呢 来我们看看 冠安他的问题在哪里 出席医院扩建动工典礼 台北市长蒋万和副总统 赖清德难得同台 只是北市府发言人罗望哲 周一寝辞后掀开了市府 宫廷内斗局 陈国军市政顾问呢 他实际上在市政的这个 不管会议上 或者在市政的这个赖群组里面 其实他都是对台北市政下 非常多的指导期 那甚至对民政局长的这个 处理二兵的这个方式 然后有所指点 那我们可以看到这个 副秘书长也只能说好事的收到 议员直接点名市政顾问陈国军 就是最大始作俑者 严厉作风不仅逼退发言人 甚至对局处首长下指导期 宛如地下市长 更传出就是要抢第三位 副市长的位置 陈国军他有想要争取 第三席的副市长的话 我认为他现在这么做 其实也只是弱化蒋万安 那只会让所有的台北市民 或大家在外面上看起来 会觉得蒋万安就是一个 没有能力 那只能靠这个长辈 来帮忙的一个儿皇帝 意愿质疑蒋万安 原来成了儿皇帝 而北市四大公司的人士 也悄悄做了变动 前竞选团队发言人正式为 确定接任渔产公司董座 另一位发言人黄子泽 即将入主花卉公司副董座 北农和续采也将在六月改选 让议员批评 根本是政治仇庸 蒋万安低调不多做回应 只是上任即将满两个月 人事争议就连环报 眼前最重要的课题 看来得先稳定 市府军心 茗玉 怎么台北市政府有个地下市场 这怎么一回事 今天又来报一些内幕了 那话说 这个罗旺哲 当然也没有身体不好 那身体不好 大家都知道是假的 但是你知道吗 就是我说罗旺哲 做人真的是蛮好的 他当记者的时候 就很多兄弟 所以他这几天 他的兄弟就开始抱不平 就开始在把一些内幕都爆出来 但是妙的是呢 这些兄弟报的内幕呢 可能不到两个小时 这些文章都被下架了 所以我昨天才看到 他有个兄弟 报了一个内幕 结果没想到今天早上 再去看的时候 这文章都下架 而且就我了解 就说最近有一些新闻 就是你知道有 有个很好笑 就是我们有个记者 他在写说 写陈国军要写他内幕 是地下市长内幕的时候 他要传稿子给长官 或是传稿 回他们群组 就不小心呢 他可能是太累了 就传到了这个 陈国军在的一个群组 你知道真的很尴尬 這笑子就尴尬啦 對對對 没想到 後来这个就赶快收回嘛 好那我当然讲 因为我有看到 那个所谓的内幕 我再讲两个 第一个就是说 那个就是说罗旺哲 他在开会的时候 他比如说 因为他们在一群人开会 那他当然 你知道记者常会 彬彬彬彬彬彬彬 因为他是发言人 所以记者很多的问题 他都叮叮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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进来 那他只不过看了一下 他那个Apple Watch的那个表 有那个讯息进来 结果陈国军就马上讲说 不想开会的出去 就这么害怕 这么凶啊 所以就直接 我先插个话 我在行政院当发言人的时候 是有一个特权 我的Apple Watch 如果叮 或者我的手机叮 我告诉你 众人院长在主持会议 我可以出去接电话 为什么 因为可能是急事嘛 要跟发言人提嘛 发言人本来就可以接电话 这个是正常的嘛 怎么这样子会被赶出去 是 所以就是 哪有那么凶悍的 因为前两天我就在用狗节目 讲过了 因为罗旺哲不是 不是陈国军人马 所以他其实早就 就是对他 就是有点不爽 这样 那后来 当然就是说 后来这个罗旺哲 就被整个架空了 我上礼拜 我前几天也在用狗节目 讲过 就是他没有参加会 然后给他一个新闻稿 然后新闻稿就叫他照念 当后来他罗旺哲 就被修理得很惨 那回过头来 反正就是罗旺哲 第一次去跟蒋万安辞职的时候 那蒋万安当然有慰留他 那罗旺哲当然有跟蒋万安讲说 就是他可能就是 有一些跟陈国军的摩擦 这样子 那当然那个 蒋万安就没办法讲什么 就没办法这件事情呢 就传到了 那个陈国军的耳朵里 有传啊 有传说陈国军把他叫来 就说你敢搞我 我就搞你 你敢打我小报告 我就修理你 对啊你就知道他们的这个 不过市政顾问怎么可以对一个 这我们所谓的那我对 正式的职务的下指导期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国策顾问可以对我们的部长下指导期吗 当然不可以嘛 不过那个用狗 当然也有人帮陈国军抱不平 因为就是说顾问 其实顾问的层级不低 其实在市政府 他大概也有十一十二职赈薪水 因为当时英伟回来的时候 他也是挂顾问 而且是游几支 他薪水有十一二万 因为顾问一般来讲是等同局长的 所以早期国策顾问有几职的时候 他的薪水都比较部长 没错 所以他其实就是部长级 但是你不能管部长嘛 但是人家会讲说 那你顾问你 他又领那么多钱 因为他们都是有几职的 一个月可能领十一二万 那你就说叫他顾而不问吗 对不对 那他如果没做事 你就说顾问顾问仇庸 那但是他又问了 个问题是 我要讲的是你的这个顾问态度 已经太over 而且你管的已经是只手遮偏了 顾问只是提供建议 不是去管事情 管事情还是各个局处首长 就是建议嘛 你提供建议嘛 那我要讲的是说啦 就我了解 就是说旺哲 他本来就是他去辞了之后 那个本来是 就是说蒋婉安 因为蒋婉安是蛮喜欢他的 蒋婉安就叫他不要辞 去转调幕僚单位 那后来为什么罗旺哲还是辞 就我了解 这不代表他个人 就就我了解 他就是说他辞了 才能够把整件事情突出来 那如果说他转掉幕僚单位的话 那陈国军当地下市长的事情 就没有人知道 就没有人知道 所以他辞职 要把他暴露 我们当外界揣测 就是于死网破 你搞我 我就搞你 所以他反过来 你要搞我我也搞你 这样子 有一部件你叫你搞我 我搞你就是这样 这是我们政治记者 我们就是见小凤叉大针 这是我们的这个揣测 那我最后讲是说 你说地下市长这件事情 确实在市府 有这样子的传闻 那我觉得今天 我们有记者在聊的时候 我觉得有个比喻 蛮貼切的 就说陈国军现在 当然他是侯友宜派来的人马 那等于说蒋婉 对他也没有办法 那那问题是说 你就像大家形容说 是像诸葛亮 现在在辅佐流禪 那我也为诸葛亮 诸葛亮 你如果说你不要讲 流禪 你就说阿斗就好了 你为什么要讲流禪呢 你要再害我被出征吗 因为你讲流禪 有的人突然之间没听懂 你就说阿斗 这样就对了 大家的 大家的历史有那么差 好啦 那就不管是辅佐阿斗 但是我也不觉得 陈国军就是诸葛亮 可是就是现在的情势 有点像诸葛亮 在辅佐这个阿斗的 而且那个人还不是诸葛亮 是那当然就是提醒 就是说啦 因为诸葛亮辅佐到后期 当然也有一些人反弹 因为曾经有传出说 这个刘备在死之前 有跟他讲说 如果你觉得这个流禪 可以辅佐 你就辅佐 如果不能辅佐 你就自己称帝 所以就会搞到阿斗 对他也有疑虑嘛 所以我认为说 陈国军自己现在已经被人家 传成这个样子了 而且最重要 我觉得 陈国军 意思说他要知所进退 是不是 对 因为毕竟你没有明选基础 因为毕竟你说这个 蔣博安在怎么样的阿斗 他还是 毕竟还是市长 对 还是明选出来的 那你不过是个顾问 你没有明选基础 我认为说还是不要太嚣张 所以这个名誉的意思说 这个陈国军要知所进退 没有没有没有 我跟你讲 报告 报告部长 毕竟他也是我的前长官 所以呢 对对对对 对不起 我已经不是部长了 哈哈哈哈 議員 議員 做你们台北市政府的 你议员怎么监督的啦 你讲的是其中一小部分 那可能是在你们媒体界 但是以照现在蔣博安 在我们市政府的整个八万大军的团队里面 很多人已经在开始传 他是咖啼王子 你仔细看 蔣博安 当选到现在的新闻多不多 不多 不多 为什么 因为他不敢面对媒体 那陈国军 到底是谁带来的 大家只是认为说 他其实不适合把媒体那一套 用在市分府团队 不过建议议员 我跟你报告一下 坦白讲 我讲大白话 我讲我负责 就是陈国军 他们真的很会押新闻 就是我们媒体同业都有 受到他押新闻的一个压力 因为毕竟他以前在某媒体大人高层 对媒体高层 怎么可以这样子呢 这个真的啦 这就是就是这个有有有 大家都有压力 你让我讲完 因为蔣博安里面的团队局处首长 重要职务 很多都是林逸华带来的 那未来的宫廷聚会更精彩 这个我要先事先跟大家预告一下 那陈永德寝辞 包含罗发言人的问题 其实某部分你讲对了 但某部分 其实他陈国军在罵人时 他不管你三七二十一 陈永德七屆 哪在七屆 他当天也是为了一些小事情 但我自己有跟陈永德 陈永德的情绪很好 他情绪控管很好 易热朗是好好先生 他当了二十几年的台北市议员 现在去当民政局长 你看多少的里长 陈永德要离职的原因是一件事情 就是說有个里长的妈妈过世 很挺他的妈妈 蔣博安在算盡前 帶他去拜託里長 拜託拜託拜託 里長說我妈妈九十几岁 不然你來走一下 來來送個箱 結果蔣博安同意了 陈永德也安排了 突然间被陈國軍把人拉走 說去開了一個什麼 亂七八糟的會 那里長很想不開的啊 我把你動員成這樣 在我們的信義區 把你動員成這樣 把你吵成這樣 結果我們老婆 你給我答應 要來不來 陈永德是因為這件事情 覺得對蔣萬安很慎心 而且他開的會 據陈永德知道 不是什麼重要的會 是陳國軍壓著他一定要去 那陳國軍的做法 其實在市政府 他跟陳永德 陳永德請職 無非是一個這是一個問題 那至於那天開會 上個禮拜開會的內容 其實我們議會都已經在串聯 很多人打電話給陳永德 永德兄 我們家人出去去 有什麼問題 我們串聯來集體質詢修理他 我們現在大家在串聯 其實陳永德 因為我在當議員的時候 我也跟他同事過 陳永德是非常nice的人 人是很好 人很好 非常nice的人 而且他不會有什麼很強烈的政黨意識 所以在議會大家共同的 有一些議題共同的 他都可以大家一起配合 我們也會配合他 所以他是一個真好的人 所以陳國軍現在的問題 李四川是在行政上面 在公務部門 大家都很尊重他 包括議會 包括他是要解決問題的 但是陳國軍這邊 憑良心講 他到底要做市政 對市政是完全不懂的 他只是用那一套媒體人的方式 其實說大家說 你不要用那套媒體人 來對我們這些公務人員局處首長 但如同名譽所講的 他在對人說話是很不客氣 所以我要讓大家了解說 其實我有點替陳永德 怎麼講 打抱不平 我就覺得不敢 因為這個同事 大家都認識 他是一個很好的人 真的是很nice的一個人 戶口要死一會變成這樣 大家又看 秦瑞珠說的 當然秦瑞珠提到了 國民黨的隱憂在哪裡 他說 大家只吵著要去選立委 有人關心區黨部要關門了嗎 許曉信說 哎呀打仗不能沒指揮中心 我捐二十萬給黨部 兩個人又槓上了 所以這個是怎麼樣 區黨部要關閉 傳出打火縣市 王鴻威舉辦選前肇事 原本黨中央要支付三百萬 結果只付兩百萬 黃呂不爽才請辭 所以主委要請辭 所以我跟你講這個也出來了 哎 臺北市市政府出了問題 現在臺北市黨部也出了問題 所以這一些會不會再再都影響整個國民黨 就是玉蘭姐 這就是聯合報公交兵必敗 這個我覺得不是交兵敗不敗的問題 也不是交不交的問題 那在國民黨的內部 其實我剛剛其實也有很大的感慨是什麼 比如說剛剛不管是這個范雲 或者是美美他們在談到你們 就是賴主席的三支劍 那我聽起來好像在回應我們國民黨的要求一樣 所以好像大家都慢慢往中間靠了 那其實國民黨內部也有很多的 就是說像年輕年輕的這個明代 也希望能夠像像民進黨的明代 有這麼比較迅速的可以可以這個取而代之的 或是一個世代交替的 那其實我自己看到的是 還有剛剛我要更正一下 陳國均絕對不是侯友宜派到蔣市府去 這樣的說法是錯誤 因為侯友宜跟我們游委員非常熟 他們是警大的同班同學 因為陳國均在這個朱立倫市長的時代 是在就在新北市政府擔任局長 擔任兩個局的局長 所以他對市政應該還熟悉 可是侯友宜在當選市長之後 他就離開了新北市政府 不過你看陳國均 他就回到那個媒體間 市政部門 可以管道發言人 管道局長嗎 因為他是媒體的專業 所以我們我們真的是不知道 但是我必須要說的是 我們對於這個蔣萬安到市府去 其實我個人也經常會給他們傳訊息 比如說哪邊的交通打劫了 那我聽到的這個有什麼樣的意見 比如說我跟妹妹 我們上次有一次我們去陽明山 那個公車的司機跟我講的 我趕快就跟蔣市府講 然後他們交通局馬上就照著這個公車司機的建議 去做了一些改進 我覺得是大家都都可以去這個傳達我們的 反映我們的意見 我覺得這是好的現象 那至於黨部的問題呢 本來我真的覺得國民黨能夠在如此的窮極潦倒之下 還去年能夠選的這樣 我們現在基本上就是一瓶水 一碗滷肉飯 那我們看到當然看到南部 哇 臺南的議長的選舉 民進黨可以去買票 買國民黨的票 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三不轉路轉 那我覺得我們行到水窮處 我要坐看雲起石 我覺得國民黨加油吧 就有點骨氣 我們窮就窮沒有關係 嘉賓 我是沒有想到說國民黨除了四黨部之外 還有區黨部可以維持 這個家大業大的格局 就跟當年蔣介石在的時候 那個中華民國在DC 在華府 聯合國大廈 在紐約那個大廈的排場 雙向圓 那個真是泱泱大國之度 那我看到說 居然剛剛提到說 市黨部主委不願意回任 然後因為這個補助 說這個打仗的王惠人要付三百萬 三百萬 只給兩百萬 所以這個黃綠錦盧不爽 所以請辭 我也坐在賓 總部主委 我常常聽說 總部有辦法 酸鎮酸鎮 你們就地酬糧 大家想辦法 無助 統維什麼 那麼四個不同意公投的時候 都一場做單位五千塊 要副照片 人數 這樣才中央 民進黨中央黨部 是很摳門的 那國民黨是怎樣 還可以有三百萬 兩百萬 這樣爭 爭了爭就去黨部叫關門 現在主委是說 而且是趙勢網會三百萬 對對對 而且呢 一個趙勢網會三百萬 不得了 不過我要問的是說 黨部的這個問題 那另外市政府的這個問題 市政府怎麼會現在 四馬四驢 牽出來六六看就知道 就一六發現 不是馬 欸 好像是鋁欸 這下子事情大條啦 其實我們從企業管理來看 一個公司的領導人 企業主CEO 他本身我們想問一個事情 管理學 你的空腹有多大 現在的企業越來越扁平 對不對 一個馬斯克 他可以管很多人 為什麼 他用LINE 他用電子郵件 他都可以 但我們發現呢 如果說你的能力不夠強 你的空腹不夠 單單是市府局處 一級首長二十幾個 你有辦法全部掌握嗎 那看得出呢 蔣萬安市長本身 他過去要擔任這個職務之前 甚至當候選人之前 他其實並沒有充足的準備 他沒有帶他的兵馬 他不是沒有兵馬而已 他刺青也沒有了解 他完全對市政府了解 為什麼陳國軍 好像被人家看起來是做大 因為呢 你看陳國軍是朱立倫 那時候從桃園市政府 帶到新北市 當過觀光局 對不對 然後呢 他後來當ETTODAY的總編 等於說人家說 蔣萬安剛出來 人家在笑他說 蔣萬安你在怎麼選啊 趕快火速請了一個什麼 競選總幹事顧問 競選總幹事顧問 就幹嘛 就是來督軍的嘛 說白一點 他從蔣萬安在選舉的時候 就是督軍的 所以後來他很重視 因為一個沒有辦法 對市政充分掌握的一個市長 他當然要重視媒體包裝 要找媒體人來 說我以前誰幫你 你幫我摸摸摸摸漂亮就好 所以呢 你看看他的這個 他的這個Line 余醫治化妝也化妝不了成馬 是 但你看他的截圖啊 這個真的要奉勢 小心 很多的首長在剛上任初期 他如果沒有辦法能力掌握的話 這個Line就出來了 這個Line我們看這個Line 陳國軍跟什麼王秋冬 王秋冬何許人也 他當過台中市議員好幾屆 然後民政局長 那時候呢 那個韓國瑜的時候 被挖繳到高雄市 當任勞工局局長 後來呢又被借到臺北市 去當這個這個副秘書長 他的等級都是在一級首長 那個Line 那為什麼陳國軍可以在這裡面 人家說什麼下對上 怎麼好像地下市長佛縣 不是 是因為呢 蔣萬安本身 他沒有那個能力控扶 對他每一個任命的一級首長 都有辦法充滿的去掌握 簡單講 我們說那年是拼裝車 說那年是聯合國部隊 八國聯軍部隊組成部隊 他必須靠幾個核心來幫他掌握 所以自然有人趁著說 既然市長我靠我 我就每一個每一個首長 我都敢跟他修理 跟他電 這不行 你看看這個右鍵地下市長 你看下對上講話很不客氣 他對王秋冬 還tag王秋冬 他說有時候不是一句話 和市府有沒有關係 就可以解決 然後這個王秋冬 這個王秋冬很客氣的跟他講 這個是有關二兵兵櫃的爭議 我想大家都瞭解 中央很酸 他說不是下屍倒極 從工友到局長都是發言人 意思是什麼 工友到局長都是發言人 那你市政府顧問是什麼人 沒有 哪有什麼工友是發言人 這叫胡扯 不過我們再看看 台北市的確 我們黨出了問題 蕭景田慘了 幫林信兒買票 每人一萬元十一個人遭起訴 士林地檢署今天偵查終結 依違反懸罰法投票行賄罪起訴蕭景田 蕭真惡人 另外九名里長 依刑法投票受賄罪起訴 還有一個人因為認罪或還起訴 所以這下是麻煩 蕭景田是國民黨的前中常委 那當然林信兒 現在他被提出當選無效之訴 所以都有官司了 所以從這裡來看 也不是市政府有問題 也不是這個黨部有問題而已 這都有問題 現在連這個都出了問題 所以建議 這林信兒被當選無效之訴 然後現在有十一個人 因為違反選報被起訴 所以國民黨現在頭部也在聽 民眾看到這個會怎麼想呢 其實這件事 當時剛開始大家都說是 陳崇文去檢舉的 後來才發現 本來都是以為陳崇文在在搞鬼 故意買票去嫁禍等等 要了解起來 找里長出來 陳崇文鼓勵他說 你要對外去說清楚 那不然最後面你的最嚴重 對 所以這個事情在在在在 在那個士林北投區 其實造成很大國民黨的風波 但是依照林信兒 這個東西 看起來這個事情 最後面絕對不會不了了之 九報千五萬 蕭景田 好像我記得是十二的人 裡面一個是反起訴 其他十一個都是 都起訴 而且你看看 我要特別提到說 等一下我會來討論 林信兒買票 這件事情 蕭景田被起訴 不要忘記 這種會選 大家越看就會越討厭的時候 林明珍也曾經會選被起訴 還可以判反刑 現在正在南投選立委 所以我們等一下會來討論這個 所以我先帶一下 所以你來看這個事情在裡面 市議會還有市政府有怎麼樣的一個風波 其實林信兒 他在我們市議會 其實我們只有就職那天碰過面 其他都沒有碰過 我也不認識 我也不認識他 他突然間出現上一次初選沒過 這一次初選過 然後發生了這個事情 其實整個市議會 整個市民北投 大家都在討論分分 議論分分 當然最後大家在討論說 他到底最後面會不會恥奪公權 當選無效 逮捕的事情 他已經被提起 對對對 提起當選無效之數 如果真的被判刑確定的話 那個後面的第一落選人就可以逮捕 所以在市議會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彼此之間不會去討論 因為大家同事 大家同事之間不會去討論 那有點就是等於說 看結果如何 那依照國民黨市林北投區的 藍軍的議員 為了這件事情 其實大家槓得非常厲害 所以選立委的問題 因為市林北投 我以前選立委的時候 也是我的選區 因為市林我還蠻熟的 因為我爸爸在市林市場 沒路肉飯 還沒大廳沒關係 所以其實我回到市林 也聽到了這些訊息 但是當然還是有一些 相關各式各樣的傳言 所以從這裡來講的話 妹妹 喔 這裡 不是只有市政府有問題 黨會有問題 市黨部也有問題 現在連他們市議會的黨團 都有問題 我先講市政府的這些問題 是在於蔣萬安除了對市政 真的是枉費 他早就準備了 可是他對市政完全不顯熟 所以他沒有信心 而且他的能力不足 個性上面恐怕也是讓他能夠 憑人家架空 如果我今天是一個強而有力的領導人 陳國軍敢這個樣子嗎 陳國軍的作為跟他的名字一樣 國軍你知道嗎 像一國之軍 好像市長他在幹 開玩笑 市長還是蔣萬安 對 人家 可是他的作為 你意思是說他欺負邵軍是不是 國軍欺負邵軍 像不像 講萬安就萬安了 你一邊休息 國軍來操勞國事 那我請問一下 為什麼陳國軍可以指手畫腳的 那不只這些事情 剛剛講說李四川 當然很專業 我們都很敬重 那不是也是議員有傳出來說 很多事情都要等李四川來裁決嗎 因為李四川賢淑 那甚至於我也講一件事情 我親身的經驗 我有朋友這次臺灣 都會大家罵得哩哩哩哩 但是這不是講完 講市府的錯 這個是柯文哲柯市府擺爛 坦白說 我就做得非常差 但是大家有講 那時候他們就開會的時候 他們就覺得說在幹嘛 很多事情好像都不進入狀況 那有人就說在等待市長甦醒 這種話都講得出來 好 那現在削景前這個問題 那就看得到了 我只講一個例子就好了 剛剛當然謝謝玉蘭執教 民進黨 你說臺南議長會選 讓我們很痛心 但不管怎樣 賴清德的講 該抓的就抓 該關的就關 停權三年夠了 我請問一下 蕭景田什麼時候辭掉中常委的 告訴我 不就這個事情發生嗎 不是 但是他是前中常委 對 前中常委 本來是嘛 他之前有殺警案 他是中常委 國民黨的議長副議長 有前科的要我隨便講嗎 請問新竹是不是 許秀潤是不是 請問一下 我我隨便再講幾個 蕭景田以前有殺警案 對不對 然後苗那個南投何勝峰 是不是 是嘛 一堆人嘛 通通都是啊 都有前科 國民黨不說話 可是今天還是 對啊 那這個就問題就來了 為什麼是這樣 但是民進黨就要認分 你講七年輕任愛鄉土 所以你如果應該一百分 你考七十分 人家就覺得你不及格 那國民黨是大家習慣了 所以就算了 放得比較寬 但是無論如何 大家要比好不是比爛 那只是說這件事情 我只能說你從這個 不管說國民黨對中東警 對好多地方的議會議長 都有前科 乃至有前科人可以到黨職 的這個態度 對照起民進黨當這個賴清德上臺以後 這樣雷厲風行的態度 我覺得到最後人民如果眼睛是雪亮的 如果是同一套標準的話 大家知道怎麼選擇 我要提到的就是說 其實當提到了南投的這個事情的時候 當然大家說很多爭議 但是我是覺得有一個是 我很難去接受 就是他有匯選 有匯選 已經讓你當了兩任的縣長 你現在又要再當立委 而且有匯選 但是被判刑 確定 當時我也不知道 為什麼當時可以緩刑 這樣子可以緩刑嗎 所以大家都在問 所以我們看看南投 現在大家也在注意 尤其國民黨對南投更加注意 民進黨現在非常注意 因為這個是重中之重的一個轉捩點 大家看看相關報導 民進黨再開記者會 針對南投立委補選 藍營對手林明珍豪宅爭議 再提出質疑 這一棟豪宅的購入到底金額是多少 若照林明珍前縣長的說法 760萬加上林如斌自己出的40萬 你只花800萬買這一棟房子嗎 那如果不是的話 你是不是正在套說法 結果講錯了 日前公布的錄音檔中 林明珍親口說 捐給兒子林如斌 760萬 剩下的40萬 他可以自己負擔 卻又說 買這棟房子的實價登錄是2300萬 以下800萬 以下2300萬 綠營質疑 數字有出入 更拿出豪宅工程告示 啟造人清楚寫著 林明珍兩個兒子的名字 如果照林明珍的說法 兩棟就要價4600萬 到底錢從哪裡來 還是縣長買房 可以買一送一呢 請問總價值高達4600萬以上的兩棟豪宅 你的縣長任內不吃不喝 選舉補助款再加上去 恐怕也不急 除了豪宅爭議 民進黨更列出 南投一連串問題建設 包括沒有恐龍的侏羅紀公園 松嶺之星 埔里福興溫泉區 竹山竹藝產業園區等 不是跳票 就是閒置 你為什麼要花這麼多錢 來做這些建設呢 是不是有什麼不為人知的一個秘密 南投縣第二選區 不需要一個會草地皮 或是捲入土地爭議的立法委員 故意要造成抹黑的事實 要讓我們年輕人 就是討厭林明珍 所以我現在這樣的抹黑 已經意圖使我不當選 我要提告 面對綠營種種指控 林明珍決定開告 南投立委補選之爭 從選站打到法律站 我們看一下 鄉林兩棟均為林家 買一送一嗎 你看看林奴鴻 林奴斌 如果按照林明珍的說法 兩棟要價四千六百萬 到底錢從哪裡來 還是縣長買房可以買一送一 大家在質疑 我們看看 轟林明珍豪宅爭議說不清楚 民進黨今天記者會提出四大疑問 其中地幕變更 林明珍是否低價購入工業用地 再進行地幕變更為住宅用地 這個就大事了 涉及他自己 有沒有涉及財產來源不明罪 建商旗下的營造公司 為何在二零一八年 捐五十萬政治現金給林 捐完隔年豪宅就取得建造開工 當然還有好幾項 我把重點讓大家瞭解 所以啊 耐清者說林明珍是為兒子出征 耐清者說 不要讓少數人壟斷南投的發展 林明珍向武附中八十四次 民進黨說原來正業是中國導遊 人家說你五年去八十四次 結果他說你講錯了 我們不是五年去八十四次 我是六年去八十四次 不然去插多少啦 所以明珍這怎麼一回事 這怎麼一回事 我覺得國民黨很好笑 好先講了 就是說我們這幾天在討論 這個房子的事情 他剛剛林明珍講說要告 我不知道他要告什麼 你要告哪一件事情 哪一件事情 大家都是有白紙黑字 都有寫出來嗎 你的房子不是兩棟嗎 你的房子不是選舉補助款嗎 那請問你到底要告什麼 所以最近有一首詩 大家很有名的嘛 就是慈母守中線 那現在王定宜委員 就是把他有著作權 叫做慈富南投線 然後現在又再繼續加下去 叫做遊子升上一 那我非常期待 慈富南投線遊子升上一 那個是遊子儀嘛 那我非常期待 在三月四號之前 是不是有網友 可以把整首詩都做出來 有這個接龍 然後講到重點 就是說當然 林明珍非常多的爭議 可是他到底 有沒有拿出證件來 有 他有兩項證件 第一項證件是說 他絕對不選二零二四立委 第二項證件 說他三天跑了五十八場公司 他不選二零二四立委 他這個補選 他參加幹什麼 當 為了當八個月 對 當志工嘛 對 第二個 這個很奇怪 第二個證件 他拿出來是說 他三天跑了五十八場公司 跑公司也是證件 對 所以你有聽過你們 證機 對對對 我是說有聽過在座的 不管是中嘉賓委員會 洪建也好 就是你們的證機 會講說 我三天跑了五十八場公司嗎 你會把這個列入證機嗎 跑公司是證機 對啊 超漂亮的 我真的大開眼睛 這個我 我也當過名譽代表 我聽不懂 玉蘭姐 你聽過跑公司政績 我覺得民主政治最好的就是 最好的就是因為我們定期 誰做不好誰就下來 因為林明珍說實在 我在九二一大地震的時候 我就知道這個人 因為他是積極政長 他一直他的政績如何 其實跟他一直不斷地被 不管是用怎麼樣身份來參選 然後被選民肯定是有關係的 所以大家當然在今天這個節目上 你們的說法 那我予以尊重 但是我相信這個集集 民間竹山 這邊的這個選民們 他們的眼睛是血亮 由他們選票來決定 建議 民主金部長 中央黨部 你們要注意一件事情 我提醒你們 他現在住的第三棟 叫做文化南路兩百三十三項 十弄一號 還有第三棟 這是第三棟 他們家的儲夫妻 跟他的兒子都出入在這裡 第一棟 第二棟 他是在一百零八年取得土地 一百零九年取得房屋所有權 但是第三棟的時候 是在一百零八年取得房屋所有權 一百一十一年用繼承過戶 你查看 為什麼一二棟沒有住 住第三棟 那你一二棟所蓋的錢 到底費了多少錢給建商 蓋房子我們只聽過 偽建或者合建 有這兩種而已 沒有所謂蓋房子不用錢的 這個查就非常清楚 那這個還有第三棟 今天爆料出來 字幕提供